首先接入三根火线 这个L1L2L3 接好之后送上电源 打开电源开关 这是一个集情开关 进入画面之后 先看参数 参数1点击 可以直接输入 这个数值就是群豆干的基本参考数值 然后上流程画面 首先确定电机的旋转方向 点击 电机上有箭头 电机应该往这个方向转转 确定好了 就可以 确定好电机转向 参数设定好 可以上流程画面 直接点击 先点击下付键 然后点击手动状态 设备就开始自动工作了 请注意 自动运行的时候 它有指示 像这个粉底这边 烘干二 有一个欧温增亮 现在就是在烘干状态 请注意这个 电机和第二个都是绿色的 正常的时候 然后手动 说明是停止 手动状态下 这都是红的 红的 表示它没有工作 自动的时候 它就变成绿的了 这就是自动工作了 这是发烟器 首先把这里装满木屑 装满着后放进去 把门关好 这个发烟门是 正常就是开三分之一 如果木屑不够的话 可以从这里添加 可以从这里添加 添加口 这个发烟门是 正常的时候 正开的 就是在烘干的时候 在烘干的时候 这个发烟门是 全开的 当这个小绿灯跳到下面 就是烟熏的时候 适当的把上面的发烟关掉 关的小一点 这里要注意的一个树枝 就是这个110 100 这要以实际 这个发烟器里的 木屑发烟为准 只是让它发烟 不能让它起烟火 这个树枝 第一次做实验的时候 要相应的调整 如果这个温度它没有发出烟来 可以往上加 加到120度 下线也跟着变了 110度 直到它发烟为准 这是周砖小车 打开门 这个道路 这个道路 可以直接推进去 请注意这里面 两侧有风道板 根据到时候熏制的均不均匀性 可以适当的把它调整 把几个螺丝一松 往上调整 下面风量就大了 两侧都有 调整一下风道板就OK了 调整一下风道板就OK了 就好了 这件事